我們看美國股市昨天晚上 在稻窮指數的零漲之下 再度奮力剉下歷史新高 但我們就要觀察 因為過去這五天 其實美國股市漲幅非常大 特別我們以稻窮成分指數 來做觀察 這五天大概已經漲了444點 就是這個漲幅加速的過程 當然給全球市場 帶來非常大的一個信心 可是我們就要分析 這444點當中到底漲什麼類股 觀眾朋友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三十檔稻窮成分股 也代表美國最強大的三家企業 我們台灣最關心的蘋果在這邊 蘋果在過去這五天 美國股市大漲的過程當中 它的貢獻是倒數第二名 是負貢獻 所以台灣每天講蘋概股 台灣好像就是一割蘋果救台灣 除了蘋果之外 台灣找不到別的題材 所以事實上為什麼台股漲不動 因為假如以平概股邏輯 台灣的股市能夠撐在這邊 已經是奧米陀佛 感謝真主了 為什麼 因為蘋果股價最近是很爛的 我們相反的看過來 到底沒有股市漲什麼 第一個 昨天晚上公布財報的 Thrium 這個Thrium大家最熟悉的 包括菜瓜布 包括托把 包括我們受傷的膠帶 基本上什麼都做 包三包涵的化工俱破 另外是IBM的財報 當然IBM的財報 也要準備戳破亞馬遜 雲端業務的一個謊言 為什麼 因為亞馬遜的市佔率很高 可是從營收佔比會觀察到現象 就是亞馬遜的雲端業務 它的設備租賃 或它提供的雲服務 基本是靠低價在競爭 但長期來講 基本上是拼不過IBM的 所以IBM為什麼公布財報之後股價大漲 會發現王者歸來 IBM在雲端服務的強勢競爭優勢 對於亞馬遜會是一個極大的壓迫感 第三名當然是高盛 因為稅改關係 第四名也是昨晚公布的財報 是卡特皮勒 這個做挖土機 做材料引擎的 第五名的是波音 假如在網銷看的話 還包括了一些金融股 跟健康的保健類股 所以美額股市長長什麼 除了IBM之外 其實長的都是一些傳統產業 我們所謂的傳統產業 所以美國的高科技股 這幾天的表現反而是相對弱勢 特別是FANG 包括Facebook Netflix 包括我們看到了 像Google 就Alphabet 包括亞馬遜 最近股價都在做拉回 所以這一波美額股市走高 等於是舊經濟股的持續創高 跟新經濟股的拉回 所以最近我們比較要觀察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我們先看到 卡特皮勒 這個現在 假如我們再用政治鬥爭來講的話 這是卡特皮勒 昨天公布財報之後股價噴出大漲 觀眾朋友注意到今年以來 他從50多塊 去年從50多塊 漲到今天140塊 這漲幅比蘋果 比亞馬遜還來得兇喔 那他的財務長在昨天的法說會提到 因為他們重點的押保中國市場得到了回報 前幾年因為大陸的調控 使得卡特皮勒的業績一落千丈 可是因為他們長期的投資跟押注 使得卡特皮勒現在成為全美國最大的中概股 所以整個2017年大陸這個採礦機 以及挖掘機的一個銷售量的暴增 讓卡特皮勒股價雙息了力薪高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3M 昨天也是公布的3M的財報 這股價也是暴衝 觀眾朋友你看這個股價 也從今年年初到現在漲了快一倍 那主要的原因也算來自於亞太地區 特別是中國區的需求 所以就很妙囉 美國股市出現了中概股大戰科技股 那其實台灣過去也是有中概股跟科技股 但因為兩岸關係不佳 現在中概股都說我不是中概股 因為怕政策打壓 所以中概股都說我不是中概股 所以事實上美國股市這一波 其實中國因素影響美國股市的影響越來越大 你怎麼做解讀 對 像這個最近的倒極工業指數是一直創新高 但是台北股市反而漲不動 那主要是因為漲的結構的問題 剛剛雙方提到兩檔 兩檔主要的股票 一個是Caterpillar 一個是3M 那Caterpillar當然最近這一段時間 大概過去這一兩年 開始壓保中國大陸的業務 那確實是得到蠻不錯的回報 所以從財報上面來講 不管是營收或獲利 其實都大幅的優於去年同期 那當然主要一個理由 這個比預期高 這些數字我們就不談了 那主要的理由是 因為中國大陸的建築業 還包括北美的一些離岸的油氣業 那這部分需要非常多的一些 重工業的一些機器設備 那另外像中國大陸今年 2017年中國大陸 10噸以上的挖掘機 對 的部分大概比去年同期成長了10倍 對 那主要因為中國大陸目前的這個景氣 營建業的景氣都還不錯 尤其像這個經濟上面 但最近有些調控的動作 但是從Caterpillar的一個銷售情況 目前是沒有看出來 那所以他的股價 剛剛施王已經提到 呈現一個大漲 那不管是 可是只要大陸一旦開始 這個調控越來越緊的話 Caterpillar可能也會遇到很大的壓力 對 但是這個就是一提兩面 你靠它成長 如果它受到一些波動的話 你當然也會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說你這一兩年 沒有去壓保它的話 那你要靠什麼東西成長 那是一個問題 因為美國股市 尤其道琼指數是價格加權 股價越高 影響力越大 所以很妙 現在道琼指數能創高 我們回來看高價股 一檔是Caterpillar 他們貢獻的成分非常大 所以中國一旦經濟緊縮加劇 中國的景氣反轉 反而回來害到美國股市 這個主從的關係 開始出現變化 對 那Caterpillar的部分 但未來可能 以前我們都看美國景氣 因為美國是最大的市場 對 那現在我可能回頭來看 美國的一些產業 也必須要去看中國大陸的景氣 因為他這幾年的成長 除了之前提到FMG這幾個 但有些是以美國為市場 但有些是以全球為市場 像Apple的話 也要看中國大陸的市場 所以這個我想 未來的這個市場的變化 其實非常大 那另外一個我們剛前面提到 因為主要是中國的建築業 對的成長 我們看一下中國大陸的地產股 中國恆大地產 對 今年以來漲了五倍 是 這個非常恐怖的一個漲幅 所以漲那麼多 這個麥當勞在過去這一兩年 其實對於中國大陸的佈局 其實不是很成功 應該算是這個 肯德基比較成功 所以他就開始去學 看到恆大地產漲那麼多 所以跑去跟他合作 這等一下有時間我們再來講 就是說大陸 這個目前很多的企業 其實目前都在看這一塊 麥當勞今年以來 貢獻 道雄只是貢獻很多 對 主要是因為他從去年底 開始跟中國大陸的一些地產業合作 包括主要的城市 包括二三線的城市 那這個麥當勞我們等一下來提 我們現在談一下CM的部分 因為CM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公司 因為CM你看這個 簡單講叫三公尺公司 對 所以你走路只要三公尺之內 你一定會看到CM 你大概都會用到他的產品 對 你這樣翻譯 沒有 他真的是三公尺 因為他本來名叫 明尼蘇達礦業股份的公司 你叫三公尺 礦業製造業公司 礦物製造業公司 三個都是M 對 這叫三公尺公司 不過他真的是三公尺 你就會看到他的產品 因為舉凡 比如說這個電視牆 有他的產品 我們受傷這個膠布 有他的產品 另外車子裡面有他的零件 觀眾朋友我們中間 分隔島的分隔線 那個會反光的 那也是CM獨佔的事情 對啊 那我們說這個 蘋果的手機 比如要用個保護貼 上面也是CM 所以呢 你不是說 像全球的人 大概百分之五十 每天都會碰到CM 只是有時候你不知道 原來手機裡面 他有CM的東西 你不知道而已 那不可能百分之五十 碰到蘋果 那全球創業力最佳的三家公司 一個是Google 一個是這個 Google 一個是Apple 第三個就是CM CM的創造力非常強 另外我們談一下 這個3M的部分 因為昨天公布財報之後 是大漲了5.9% 對 因為他股價非常高 對啊 超過兩百塊 所以你看到道瓊 其實我們昨天看到美國股市開盤 就覺得很奇怪 道瓊大漲一百六十點 結果SMP跟這個 NASDAQ沒什麼漲 對 都覺得很詭異 指數算法的關係 對 所以呢 所以大漲 所以看到道瓊怎麼大漲 台北股市怎麼不會漲 你要看人家漲什麼 而且算法又不太一樣 這個又不是漲蘋果 他兩百多塊的價格 所以 所以他的權重是非常的高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看了一下他獲利的部分 因為他公布第三季的這個 營收是年增 這個年增大概六個percent 那主要來源是哪裡 美國只有3.6個percent的增長 對 那另外呢西歐才3個percent 所以其實都低於平均 對 那最大的來源是中國大陸跟香港 大概是23% 是 簡單講就是靠中國大陸的業績成長 這沒有辦法 那另外一個部分 他美股的獲利單 是比預期來得高 所以造就這個3M的一個大漲 而且說實在 3M比較不怕景氣 對 因為他什麼都用得到 什麼產品他都用得到 他基本上都用到 他那個基礎的原料 對 那這家公司當然也蠻特別 因為中國大陸今年年初 不是霧霾很嚴重 不是不只今年年初 每年都會有霧霾的問題 所以當時年初的時候 霧霾很嚴重 其實大家想到要去買3M 聰明耶 對 那個時候才177塊 現在238塊 所以是很妙 那12M我們剛剛提到 他有很多的 這個有趣的故事 他是從1902年就成立的 115年的公司 對 而且他是經過不斷的創新 他裡面每年大概提拨 5.8%的營收 當作研發費用 這比重是非常的高 沒錯 那當然我們3M的部分 我們就會想到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這個口袋 這個口罩 膠布 你說這個霧霾 當然要用到口罩 對 那其實口罩最早就是3M 他當時為什麼會發明 因為當時他發明這個 一次性的胸罩 從胸部戴到嘴巴 就變成口罩 真的喔 當時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原來是礦業公司 礦物公司 所以是採礦 但採礦不是很成功 後來當然經過一些改變 後來因為採礦 所以他提供給一些採礦的 一些房屋 空屋的一些 所以他從女性內衣想到了 他自己有發明一次性的胸罩 只是沒想到可以拿來做口罩 所以他做女性內衣失敗了 可是換一個地方戴成功了 對 你自己看這個形狀 不覺得很像嗎 當時就這個來源 對 這個研究3M這蠻好玩 因為你不知道他在哪裡 然後你有每天跟他在一起 而且這家公司 是一家非常低調的公司 對 他完全不會去公佈他的情況 是 你有看過3M在打廣告嗎 非常的少 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特別公司 那也代表說其實他在哪裡 那你就要注意那個地方的市場 是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去中國大陸 1984年 對 1979年那時候 這個改革開放 但是那時候其實規模不大 真正開始大力在推動的是 1984年以後 是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跑去上海 而且跑去深圳 成立第一家的外資公司 是 所以你要看到有些企業的眼光 真的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對 所以你看一下今年以來 稻窮工業指數不是漲很多嗎 是 可是我們發現今年以來 稻窮工業大概漲了接近18% 那可是3M的部分漲了31% 對 我們就說過年初 如果你看到中國大陸物門 你跑去買3M 當然我們要講這件事情 3M的口罩 在他營收不是很高 對 因為他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只是說呢 真的是無處不見的3M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麥當勞 麥當勞要學這個擺盛 是 擺盛就是一些 包括必勝客 包括肯德基這些產品 那擺盛呢 因為他去年11月份 做一個分拆的動作 是 他做什麼分拆 因為這個 他本來中國大陸 又獨立出來 對 就變成中國擺盛 擺盛中國 那擺盛中國成立以後 因為他下面有一些品牌 我們比較熟悉 像肯德基 像必勝客 這個Tuckerbear 那另外呢 還有包括這個小肥央 等等一些品牌 是 那我們只是看 單純看說這個 因為必勝客在中國大陸 其實他的佈局 是比麥當勞快很多 對 在台灣可能你不會覺得說 這個肯德基好像比麥當勞多 不會 麥當勞好像看起來比較多 對 但是你回頭來看一下 這個擺盛的部分 K線的部分是擺盛 中國的股價 對 那這個是擺盛 原來的母公司的股價 對 你看現在從這個過去 他分拆以後的股價 一個漲了53% 一個漲了26% 大概整整比母公司多漲了一倍 其實官方聽到現在覺得很受不了 他說 世光你是超級紅粉 可是我們只要告訴各位 一個現象 很妙 美國股市創高 我們是從指數的結構 就跟台北股市上 10800點 誰貢獻的 是台積電還是紅海 還是大地光 那台積電 黃海大地光 背後接誰的訂單 蘋果訂單 我們就知道 台北股市的多工 跟蘋果的業績有關 我們是用相同的邏輯 來分析美國道行指數 對 道行指數創高 為什麼創高 是有哪幾黨全資股創高 再從他們財報來剝離元素 原來都是中國因素 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是客觀分析這個市場 市場真的是變得很大 那也沒有辦法 那麥當勞的部分 因為看到百勝那麼成功 所以開始引入這個戰略夥伴 戰略夥伴的部分 包括這個凱雷投資 那另外包括中信股份 那包括這個中信資本等等 那主要是目的是 為了在中國大陸擴展市場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百勝的部分 他在中國大陸分店 大概已經7000多家了 但是呢 麥當勞才2500家 對 他希望未來有機會 在2022年突破4500家 所以他必須要做一些改變 那改變怎麼辦 當然要接地氣 對 你自己去 因為他已經去那邊很久了 所以這時候接地氣 包括跟誰合作 裡面呢 包括在8月9月份 跟恆大地產 剛剛我們提到 恆大地產今年已經漲了5倍多 那另外像這個碧桂園 主要是加強進軍三四線的市場 那一線的部分 就是找這個中國海外發展裡面的一個 子公司叫 中海地產 其實是中信集團 中信集團下面 那中信集團 本來是中國大陸非常大的一個集團 所以呢 食品業的部分 包括百勝做分拆 包括麥當勞 他去做 跟中國大陸的 在地的一些地產商做合作 或者是一些集團做合作 所以現在來看 其實不只是今年 未來這幾年 未來三年 其實對全球的經濟增長最大貢獻的 還是在中國大陸 對 因為這個以世界銀行所預估的 未來三年 中國大陸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 大概35% 對 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如果中國大陸不增長的話 全球經濟增長要少掉35% 那另外美國大概占17% 所以很多東西不是說 這個中國大陸如何如何 但是你要去考慮一下 全球的一個思考角度 官民跟我們做個觀察 因為事實上就叫不願面對的真相 因為 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 現在其實直接使得美國股市 其實現在看大陸經濟 官民看入股不準 你要看美國股市 因為道瓊指數前幾檔大漲的 全部都是變成中國因素 你從財報未來幾年會再公布 包括波音 包括麥當勞 中國因素佔這幾家道瓊 國際跨國公司的利多 越來越大 所以中國景氣去看美國道瓊 美國道瓊去看中國景氣 您的觀察 這樣子 是美國的股市 其實跟全世界股市都差不多 就前段時間 一直集中在這個網通股 對 比如說美國的FMG 加上蘋果等等 可是大家要回過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互聯網對不對 雖然對我們現在 這個人類的生活 造成很巨大的影響 然後它的影響力 或者說它的這個覆蓋 覆蓋的這個面也越來越廣 但是畢竟這個是虛體經濟的一部分 你互聯網再怎麼好 它是提供一個服務 它是帶動相關十一柱型的需求 或者說交易的效率提高 是 但最後還是要落到什麼 十一柱型的實體產業 對 像剛剛俊明提到美國這些產業 在大陸布局 現在對 不管是百思人 不管是3M 或者說是Caterpillar 對不對 這個他們現在都是反映出對不對 實際需求的增長 另外一點就是說 過去我們很長的時間都強調 美國的股市創新高 但是美國這些大型股 它有個特色 它幾乎都是全球布局的 對 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有七成是來自新興市場 對 新興市場裡面又有差不多一半 是來自中國大陸 所以你看IMF 它做的這個預測裡面 這個預測裡面 大概只有印度 這兩年比較不準 印度這個 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已經跌破6了 對 但是你可以看中國大陸 不過橘色的是代表2016 這個紫色是代表2017 不管是2016時候做的這個預測 還是2017做的預測 2017都比2016表現得更加出色一點 那除了這個代表新興市場 中國大陸以外 美國 歐盟對不對 甚至於全球都有發現 這個景性復甦的這個現象 但是這個復甦 嚴格講不應該是反映在這個 可光明哥 我是擔心大陸經濟正在緊縮 尤其是信貸緊縮越來越重 雖然連續6天人行在釋放這些流動性 可是大陸經濟一滑波 會不會害到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件事情 大陸貨幣的發行存量很大 是 這個存量要怎麼一致 很重要 過去這些存量大多數放在